给PS5选硬盘这几个指标有用吗 缓存没有一样可以用 但是有更好更稳 散热片没有也可以用 但是这种硬盘温度一般会很高 高温会导致性能下降 所以最好加一个 7000或者7300兆的速度也没啥用 即便你买了一个7300或者7000的硬盘 但实际PS5测速的时候 能达到6100、6300、6500就不错了 即便如此 我们在实际复制游戏连续移动大文件的时候 能达到两三个G 也就是两三千兆 也已经是很不错了 所以它标7300、7000 它是在实验室那种很苛刻的条件下达成的 实际应用没有那么高 我们看看就好 容量4T有用吗 我感觉也没啥用 目前来看2T仍然是主流 如果我们的贪心比较大 你别说4T了 8T都能给存满 以上这些问题 如果你很纠结的话 那说明钱包不足 想买性价比的东西 如果有条件想省心 我仍然会推荐1000多块钱的2T硬盘 这个价位的硬盘 像什么马甲散热器 独立缓存 7000兆的速度 品牌 各方面全都有了 欣赏好 站住 你带着 你带着 您带着 并不是